técnica repeated 回到我們剛才說的 我們前在這邊談的 我已經知道請ți你给我2個解 那它限性組合是解 我沒有去管你這2個解是限氣相依或限氣獨立 反正它一定是 那你要延伸到三个也可以 当我们了解了线性独立 跟线性相依的定义之后 以及它的简单验证的方式之后 我们接下来最重要要谈这个东西 要谈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 你如果给我两个 你现在这个问题 就是一个二阶的 Homogeneous Equation 你给我一个两个问题 这个equation 然后我得到两个解 如果这两个解 一个叫Y1 一个是Y2 那这两个解 我可以去verify 摆这个方式去verify 说它是线性独立的 折 我可以下一个很 非常强大的claim 我claim说什么 你接下来这个问题的所有解 所有解 你只要你找得到 必定是这两个 线性独立解的线性组合 你不会有其他种可能 一定都在这里 所以这个定理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OK 所以你看 前面谈的是 我不管你这两个关系是什么 我只知道线性组合是解 那当然如果你是线性相依的 当然它一定是解 那没有问题 可是当这边你要去验证说 你要去跟人家宣称说 只要你给我两个线性独立的解 那任何解 必然是在这两个线性独立解的线性组合里面 那这样就非常的酷 OK 好 所以我们待会会跟大家讲这件事情 那在讲这件事情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个东西 一个叫做 Ebel's Identity 叫恒等式 Ebel's恒等式 这个东西在对待会的这个推导 这个定理二字式是有用的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Ebel恒等式 在做什么 OK 它是跟这个有关的 跟这个Rothkin行列式有关 我们知道说我要判断两个解 它是线性相依或线性独立 我就透过这个东西来 那很trivial的做法应该说 好 我一定会先知道Y1是什么 然后Y2是什么 那我去解这个Y1做这样的行列式 然后算数答案是不是0 用它是不是等于0来判断 所以显然我要求这个东西 如果你有给我Y1 有给我Y2 OK 而且它的微分 我可以继续微分 那像这个刚刚这个例子 你就是说 你Y1可以一直微分下去 你才会出现这个Y Y1 double plus Y2 double plus等等 所以基本上这个Y这个函数是可解析的 可以让你一直微分下去 你就可以这样做 那我想讲的是说 我们师傅知道说 你一定要先知道这个Y1Y2 然后你才可以透过行列式去求这个 那假设我现在一直告诉你说 Y1Y2是这个 我们谈的这个二阶的 Homogeneous equation 它的两个结 那我如果不知道 它的结是什么 我还不知道 我还没有算出来 我可不可以算出这个东西 也就是这个equation告诉你说 我要先求 我有这个有这个 那透过这个值计算 我当然可以求这个 那我现在想问的是说 假设我还不知道Y1Y2是什么 我可不可以 那我知道Y1Y2是这个 我要解的这个Homogeneous 二阶的Od的两个结 那我可不可以求出它的Rothkin 我可不可以 好 所以这个Albert 真的在谈这件事情 Albert 或者是 那我们就来看 好 那我现在 的问题是这样子 就是我现在有一个 这个Ydパ jou math dabout 對 就是Y1Y6Y4 加上Q0 好 我现在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Homogeneous 二阶的 OK y да 就再加Q2Y6Y4 又加Q1Y6Y8 等于0 那 我现在知道 y1,y2是它的解 那這兩個解呢 對於原來這個問題 我們不管這兩個解是線性相依或線性獨立 我們不管 也就是我們不用去指定它一定要是什麼 但我只告訴你這兩個解 好,那我現在要求我的Rossic King 那剛剛是寫成這樣子 那事實上它還可以被我們寫成這個樣子 也就是我現在要看這兩個的Rossic King 它有y是x的函數 所以有時候你會看到寫成這樣子 有時候寫成這個樣子 那寫成這樣是明白講的是 這個Rossic King的行列就是針對y1,y2而來的 好,那現在Albert的identity告訴我們說 當這樣是解的時候 它的Rossic King可以被我表示成 c exponential 的負 p of x 你可以看到它告訴你說 這兩個y1,y2它的Rossic King 事實上我是從這裡來的 對不對 它的定義是這樣子 它可以寫成這樣 可是它告訴我說 其實它的Rossic King 也等於這樣子 那這個p of x 是誰 p of x 就是你這裡的p of x 然後你的c是一個一般的constant 所以也就是說你 只有這個equation的時候 我當然知道p跟q是什麼 但是我還不知道它的解 y1,y2是什麼 可是我還是可以算出它的 這個Rossic King 那當然你本來就已經知道y1,y2了 你當然可以透過這個equation就可以求 可是你不知道y1,y2的傾向可不可以求 這個albert identity告訴我們說 可以 它的求出來會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要來推一下這件事情 ok 好 所以 這個證明各位還是要抄一下 ok 所以我們現在看 這個y1,y2已經知道 這兩個是它的解 ok 所以我可以知道 y1 double prompt 加上p of x 的y1 prompt 加上q of x y1等於0 ok 這是因為 因為你的y1是解 解的進去就是你帶進去會合 對不對 你會把那個y換成y1 接著呢 我再看一個 y2也是一樣 y2你帶進去也會合 帶進去也會合 所以你會得到這樣的結果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推導一下 我做一件事情 我把 我把 我現在想要把這個 後面這邊有個q1,y1 然後這邊有個q2,y2 那我現在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把兩邊去乘 好 我的目的是要把 這個 後面這項拿掉 所以我這邊故意乘一個y2 在這裡 那在等號右邊 你乘還是一樣 還是0 好 那下面這個呢 好 我幫你乘上一樓 y1 好 那 我接下來因為 當我這樣做之後 我這邊出現一個 qx y1 y2 這邊也會出現一個 qx y1 y2 OK 所以我當然就這樣想要把它 用減的吧 減掉 OK 所以我用下面這一個式子 減上面這一個 下面這個 解上面 所以我如果 好 這個叫第一式 這叫第二式的話 我用的是2 減掉1 我用2減掉1 我把兩個式相減 好 所以我會得到 什麼 y1 你的這一項 然後去 就是這一項去減掉它 那 我剛剛已經標出來 這項在減的過程中 它就不見了 所以我這邊就只留下 剩下的就好了 所以是 y1 y2 double 加上 y1 x y2 p 那就把y1 沉進去 然後我會去剪掉 y2 y1 double 再加上 y2 p y1 pr 好 那這一個是 剪完之後就會 變成 但 右邊還是0 右邊還是0 好 那我接著再做一件事情 我把 這個有y 有double pr的像 我把它拿出來 先把它放到前面 寫在一起 y1 y2 double pr 這邊有一個 減掉 y2 y1 double pr 我把這個 這兩項寫在一起 這個 跟這個 我把它寫在一起 然後後面這一個呢 我發現它有共同的p 所以我把p 提出來 然後呢 我把它提出來之後 剩下的東西 我把它寫成 y1 y2 pr y1 y2 pr 去 老師這邊寫錯了 我剛剛說 這個 減這個 這邊是減號對不對 這是減號 所以 你把p 提出來這邊 y2 y1 pr 好 好 那 看起來 有點越來越 越亂 沒關係我們看看 如果我今天發現 這個 這一項 y1 y2 pr 我把它令成一個 一個函數 我才叫做 w of x ok 為什麼我可以把它令成 w of x 為什麼 事實上 我們剛剛說這個 Roskin這樣有沒有 你看出來嗎 如果是否兩個 變數的時候 y1 y2pr 減掉 y2 y1pr 不就是跟這個一樣嗎 所以我令它是 Roskin 令它是 wx 事實上也不用令 它就是 它就是我們現在談的 這個 Roskin 它的定義就從這裡來 對不對 所以這一項剛好就是你的 wx 好 那當它變成是 wx的時候 我試試看 我把它寫成 dw dx ok 我把這個 wx 這個 讓它對 x 微分 你把這個 Roskin 拿來對x 微分 那 你現在的 w就是這兩個相減 對不對 那我們來圍圍看 它會等於什麼 你會得到 y1 前面不微 後面微 ok 再加上 前面微 後面不微 ok 這是第一個的 微分 然後再 減掉 後面 好 那第一個 先不微 然後 y1 微 然後 也是用減的 減掉 y2 微分 y1 微 y1 不微 y1 不微 好 你發現一件什麼事情 這邊有一個 y1 y2 這邊有一個 y1 y2 這兩個減掉 這兩個減掉 所以呢剩下 就是什麼 就是 y1 y2 dw y2 y1 dw 你看這一項 就是 我們前面這一個 好 這一個就是 這一項 就是我們現在 算出來的 所以呢 我當然 這個叫w 這個就可以寫成 dw dx 好 所以 我做這樣子 理解之後 我會把它改寫 叫dw dx 加上p x 然後w 然後讓它會等於 它就會等於0 誒 這是什麼東西 我要把w求出來對不對 我的目的是在求w 我們剛剛的 這個告訴我們說 OK 你不知道這兩個 到底是什麼 y1 y2 到底長什麼樣子 你不知道 你知道它是解 那我們要推出說 你的w 可以等於這個 好 當時這樣的時候 你會怎麼做 這看起來 還蠻簡單的 線性對不對 線性 你答應這個問題 因為它q 不見了 所以你要用 分離變數也可以吧 好 我們用線性好了 各位對線性應該很熟 OK 所以好 它基本因子 就是 exponential的 這個 基本因子 exponential的這一項 p of x 它基本因子 是這個 好 所以 你今天找出來 就乘回去之後 兩邊都乘 然後等號左邊就會是 音變數 跟基本因子的乘機 乘機 那這個也乘到等號右邊去了 所以等號右邊變成是 是0 好 那我們 我們計一下分 就把這個w 可以揪出來 你的w就會 等於什麼 你這地方 這邊計完分之後 剩中間這一個括號的 那這個計完分之後 就變成 0積分 這個constant 對不對 就是這個c 然後呢 接下來你再把這個除過去 所以這個e的 負 p of x dx 好 所以一旦到這邊你就發現說 誒 是耶 我可以不用知道y1 y2 是長什麼樣 但我知道它是解之後 我可以用這種推導 我可以背上這樣的推導 得到 我的Rothkin是可以求出來的 它就跟你原od的p of x 有關 而已 它跟你現在的y1 y2 是什麼 是無關的 好啦 那你回到我們 剛剛稍微提的概念說 你y2如果是 線性相依的話 你的Rothkin是什麼 兩個是線性相依的話 你算它的Rothkin就會是0 對不對 那 那你說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你現在沒有告訴我 y1 y2 有什麼關係 那萬一 你現在沒有告訴我說 它的解 y1 y2是什麼關係 那 會不會有可能 我找出來了 它是一個線性相依的 那折它的Rothkin應該是要0 那像你在寫這個equation的時候 你可以知道 後面這一項 它是不為0的 不為0的 可是你這邊有一個c 不要忘了 所以當你如果這兩個解 這個y1 y2本身是線性相依的時候 你這邊的c 可以用0代 它也會等於0 表示你的Rothkin是0 所以是線性相依 如果你兩個解是線性獨立的話 這個c就不是0 就不是0 OK 因為後面這一項是不為0 所以你看前面這個c 用它來看 c是0的話 就是線性相依的 OK 那 不等於0的話 就是線性獨立的 好 所以這個equation 我們已經推出來了 那這個可以讓我們 待會用它來講 這一個很重要的定理 二字四這個定理 就知道 好 好 好 五 好 好 好